煎煮啥好了 作为一个四川人 不吃回锅肉 那肯定不行了 菜切下来嘎嘎冷水下锅 来一坨老姜 我去扯点菜叶子 等会煮到汤里头 肉开了 烤翅要打干净 这个都打按了 对点说实话 切腰子 还有花椒甩几颗 肉麻药好了 好 萝卜切下去 冬天家有啥子 煮啥子 只有萝卜 耳菜 青菜都可以 萝卜继续下 萝卜 辛热萝卜下来就泡了 肉好了 这个肉煮到八成熟 捞出来晾起 还有一点毛泽马扯了就对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吃过 这么辛热的回锅肉 看肉质 看肉质 没吃过是你的意 肥瘦香炼 看见没有中间还有点微微吐血水 这个就对了 看见没有我一按 就是要八成熟 全熟不得行 这个肉一定要加猪油 亏的是全猪油炒 太香 光是清油的 差点改做 油温起来了 肥一点的鲜下 回锅肉又叫熬锅肉 蒸鲜味是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肉要处理合适 煮到八成熟 不能全炖 炖炖炖炖 第二个 就是 要肥瘦比例 要香鲜 瘦的又香 肉熬起来 我们把蒜面弄了 蒜面一定要冬天加的红头煮蒜面 才香 来 撇它一下 这个花椒自己摘的 你不要看那么多粗 香的很 浓加蒜面 不是外头的肥料吹出来的 椰子和头子要分开 来 搞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不要看得太干了 三件的皮下肉贩下去 咸水 酱香味 马上就熟了 川冬这边 喜欢加豆豉 川西这边 就喜欢加的甜酱 加豆豉 煸香了以后 蒜面头子下锅 摘它一下 来 椰子又下 而且这边 这边 由于家里面有糖尿病 所以今天我们也就不加糖了 其实要微微打尖糖更好吃 但是一个好的厨师 一定要根据 别人会在空游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对了起锅 来咯 是不是很简单你觉得 在实际上好 这个不简单 首先你要有那么新鲜的猪肉 为啥子 回锅肉一定要选二刀 回得头刀呢 因为它肥瘦相贱 而且二刀的肥肉这个位置 只要是两次煮的 它吃多是脆嫩的 五花肉的吃多 始终有点面 这个就是为啥子 它是首选的原因 八十一半 来我蒸哦 回锅肉蒸起哦 快来做多吃 新鲜的肉真不一样